第七章我们介绍 平面电磁波斜向入射于理想导体平面 之前我们都是讲平面电磁波正向入射 不管是理想导体平面 还是入射于耗损借电值的表面 现在我们开始介绍 平面电磁波斜向入射 首先我们就介绍 它写向入射于理想的导体平面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平面电磁波的坡面 它是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跟XY面平行 那么它的坐标 Z轴的坐标是Z 所以这个平面呢 它就是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就是Z等于Z Z就是Z轴 你这个Z可以等于5啊6啊7啊8 这个平面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横向电磁波的一半表示是 电磁波是横向电磁波 以前我们在介绍正向入射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电厂都是假设它是X偏正 磁场就是Y偏正 它向Z方向行进 那现在它斜向入射 那么有时候呢 它的电厂 电厂如果是有固定的方向 比如说X偏正 那么磁场就不见得是X偏正了 那么磁场是Y偏正 但是它不一定是真正的X偏正 有时候它是在这个XY平面上面的某一个方向 但是它这个波呢 一定是一个横向电磁波 它就是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 那么它一般的表示是要怎么写呢 这是我们首先要学会的 波面的形状是平面 波面上电厂或磁场 处处相等的电磁波 我们称它叫做均匀的平面波 处处都相等才是均匀的平面波 我们首先看我们比较熟悉的 在界电值里头向正Z方向行进的均匀平面波 正Z方向行进的均匀平面波 其电厂向量式表示像这个 像这个式子 这个是它的Amplitude Complex Amplitude 这个是它的Face Factor 像因子 在迪卡尔坐标上面 坡面上任意一点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P点 是这个坡面上面任意一点的位置 对这个圆点来说 它的位置相当是R 那么这个R投影到XYZ上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R Vector写成X Univectal乘X 加Y Univectal乘Y 加Z Univectal乘Z 那么平行于XY平面的平面方程 就是Z等于一个常数了 常数 由于Z方向行进的平面电磁波 它的波数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 叫做Wave Number Wave Number 但是它是一个向量 它的向 它的方向就是电磁波传播的方向 像这个平面电磁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电磁波 是朝Z方向传播 它的Wave Number 波数是等于K 好 现在K 是波数 记得这个是它波传播的方向 那么R就是任意一点的 坐标它的向 任意一点的向量 迪卡尔坐标里头的向量 那么这两个DOT K DOT R 那就是KZ DOT X Univectal乘X 加Y Univectal乘Y 再加Z Univectal乘Z 好 这个呢 一DOT我们都知道 只有这一项存在 东方向的 它就等于KZ DOT 这可以写成 写成Z DOT R 因为这个就是RVector 那么它的乘出来以后 它就是K乘Z 这个等于常数 因为这个K本身是个常数 Z就是这个坡面 坡面的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一点的 那么现在KZ KZ其实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K 你可以看成KZ Univectal K Univectal 就是在这个方向的 这个方向 大小是K 那么我们这个Z DOT R 就是等于R 在Z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在传播方向上的投影 那我们看看 这个面距离这里是Z远 R是上面任意一点 那么R DOT Z呢 R不是R Univectal R DOT Z Univectal 就是R 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那就是Z等于Z 因此 这个上面任何一点 它的位置相当都是R 因此它在这里的投影 都是这么远 所以这个上面任意一点 在这个面上面的 这个投影 距离远点都是Z远 因此这个是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 Z DOT R等于常数 它是相位处处相同的平面方程式 相位处处相同的平面方程式 就是说这个上面 如果是电磁波的话 电场在这里 这一点是 如果是波风 任何一点都是波风 在那个时刻 在另外一个时刻 它是波谷的话 任何一点它都是波谷 这叫做同向 这个就是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的方程式 所以我们称它 我们就说Z DOT R Z UNI VEGTOR DOT R VEGTOR 等于常数 这个是向Z方向行进的 平面波的 波面方程 波面方程 这个你要把这个记起来 就是说它 波面朝这里行进 那么它这个波面 它就是等于R DOT Z UNI VEGTOR R可以变 它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 Z是不变的 这个单位向量 所以它在这里的投影 都是这么大 那这个就是 波面方程 波面方程 所以向Z方向行进的 波面 电磁波 我们就可以 它的电场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它的 complex amplitude 这是它的phase factor 一般我们现在把它写成这样 以前都是写J KZ 对不对 现在我们就要写K的向量 DOT R UNI VEGTOR 那么这个Z DOT R 是等于KZ DOT R 就是KZ DOT R 就是Z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平面 向Z方向行进的 平面电磁波 所以以后我们看这个式子 你就要认得 这个是它的复正复 那这个phase factor 这个地方 这个KZ 那其实你应该看这个 Z DOT R UNI VEGTOR 就是波面方程 所以波面方程 波面方程 是等于Z 波面方程是Z等于Constant 因为它向Z传播 Z始终在变 因为波面在行进 所以但是 就是说它只跟Z有关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平面电磁波 这是一个均匀的 向Z方向行进的 平面电磁波 这个方向呢 这个方向不一定是朝 某一个方向 不一定是朝X或者Y或者Z 它可以在XY平面上的 任意一个方向 好 现在我们看 像N行进的平面电磁波 这个方向 N是这个方向 就是斜的 你看它也不是朝X 也不是朝Y 也不是朝Z 它是斜向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 它的传播常数 大小是K 方向就是行进方向 在中心里把那个 冷气稍微 温度降一下 很高 有点太热了 那么这个电场的函数呢 是这个 对不对 那现在 这个其实就是K Univactor Dot R 好 我们看这里 N.R N.R R还是一样 面上面任意一点的位置 任意一点的位置 它DOT N Univactor 就是说这个位置 在这个方向上面的投影 N是跟这个面垂直 N是跟这个面垂直 因为这个上面任何一点 在这里的投影 在这里的投影都是一样大 常数 因此呢 这也是一个平面 平面 那N呢 这个方向跟这个面 要垂直 垂直 所以这一点 在这里的传播分量 就是R.N 这个是常数 那这个就是 波面 这个就是 向N方向传播的 平面电磁波 它的波面 波面 这个DOT R 这个等于常数 就是一个 波面 那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学生 K.R 但是这个N不一定是Z 不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个 就是Z的方向 不是 就是它可以任意方向 R 是 这个平面 上面任意一点 它的位置相量 N 这与该平面 成为这个平面的法线方向 法线方向就是说 N呢 跟这个平面要垂直 好 R 任意的位置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N呢 它现在不是等于Z 我们上一次就是等于Z 因为它朝Z方向 现在朝任意方向 大小是E 任意方向 那它跟X轴的夹角是A角 跟Y轴的夹角 跟Y轴的夹角是B角 跟Z轴的夹角是C角 因此 因此 这个Uni Vector 在这三个轴上的投影 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投影 OK 这是迪卡尔坐标 这是E 这就是 这就是 它在X轴上的投影 乘这个就是Y轴上的投影 好 那么我们把N.R N跟R. 就等于这个 这个跟这个DOT 那AX 这两个相称 XcosA 这两个相称就是YcosB 这两个相称就是ZcosC 所以我们把这个设置 带到FaceFactor里面去 那么它的电场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把K 乘cosA K就是 朝这个方向传播的 传播常数 它的大小是K 好 它乘上cosA的话 那就是等于 K 在X轴上的投影 叫KX 它乘上cosB 就是K 在Y轴上的投影 K乘上cosC 就是K 就是K的 在Z轴上的投影 叫KZ 于是 任意方向传播的 平面波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形状 你看我们上一次 前面讲的 向Z方向传播的 仅仅只向Z方向传播的 就是KZ 因为它只向Z方向传播 这两个都没有 那KZ就是K的 所以这就是 向Z方向传播的 电磁波 但现在 它朝三个方向都有 都有分量 所以是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讲过了 底下我们就要证明 我们这样写出来的电磁波 它是横波 证明 均匀平面电磁波 是横波 这就是任意方向传播的 平面电磁波 我们怎么证明 它是横波呢 首先我们就用到 Maxwell Equations里头的 Diverging E等于零 因为现在是真空 真空没有电荷 也没有电流 所以电荷密度等于零 那么Diverging 这个向量 电场 要等于零 好 那Diverging E 我们把这个E 带进来 就是Diverging N10乘上 Exponential J Beta N Universal Dot R 因为电场的 Ampitube 这是一个常数 它不受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到 这个Dial Operator的前面来 然后这个Dial Operator 就作用到这里来 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 这两个向量 位置换一换 因为它是内积 所以位置换一换 不受影响 我们说这个就等于这个值 就等于这个 那么它因为等于零 所以这个量呢 就是零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 Gradient Exponential -JBeta NUniversal Dot R 是什么值 我们如果用迪卡尔坐标的话 这个Operator就是这个样子表示 Ax Partial Over Partial X Ay Partial Over Partial Y等等 那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子好了 写成这样 因为现在我们要为分 写成这个形态 好 写成这个形态以后 那就是 Ax Partial Exponential 这一项Partial X 那它就是等于 Partial这个 Partial X 就是Beta X 然后这个 还是存在 同理这个也是一样 它就是Partial 因为它是Y Partial这个就是等于Partial Y 只有这个 其他都是零 Partial都是零 Partial Y都是零 就是这个存在 好 这个 所以 这一个狮子 就是这个 Face Factor 经过这个Operator的 Operate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负界都提出来 这个放在一起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Beta 我们前面不是写K吗 为什么现在这里写Beta呢 原因就是 你在真空里面 在真空里面的电子波 它的传播常数 就是K 是一个时数 但是如果你是在耗损气垫值里面 K要用γ来表示 因为这个时候的传播常数 有时数项 有虚数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时数项就是Alpha 然后虚数项就是JBeta 我们现在讲的是 波当在 无耗损界值里面 它就是没有Alpha 只有Beta 所以我们现在用Beta 比较合适 好 这个就是等于BetaVector 这就是BetaVector 它朝N的方向转播 就是波传播常数的这个方向传播 那这个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写这样也行 写这样也行 我们先写成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就把Gradient 这一项 带到这里去 就是说DivergingE 它是等于 DivergingE 它是等于10 Dot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写成这个 那就是10.N 这是向量 其他都是纯量 纯量提出来 这是FaceFact都提出来 好 这个要等于0 你看当这个数很等于0的话 因为在Metro Equation里头 这个是DivergingE 很等于0 这个不是0 Beta不是0 这个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0 有时候不是0 那很等于0 那一定是这个等于0 那就是10 10是什么呢 10就是它的 振幅 电厂的振动方向 跟传播的方向 做内积的话等于0 那就表示 传播方向跟N 是垂直 垂直 垂直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坡 这个垂直的话 那就是这个 跟传播方向垂直 它就是横坡 因此这个电磁坡 我们用这个方式表达的 一个均匀平面电磁坡 它就是属于一种横坡 Transverse Wave 底下我们就要证明一下 我们前面用过的这个式子 我们先拿它用了 现在我们要把它证明出来 OK 首先我们就看 这个坡面方程 任意方向传播的 坡面方程是这个 现在我们用法拉第定律 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time harmonic form 就是负的 partial mu 负 mu partial h over partial t partial over partial t 我们就可以写成 j omega 这就是time harmonic form的法拉第定律 我们把这一项除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求得h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假定知道这个 好 现在我们令 zeta 就是一个坡面 坡面方程 它就等于 ununiversal dot r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这是迪卡尔坐标的del operator 我们现在 每一项都乘上 partial zeta partial x 再乘上partial over partial zeta 这个可以写成这一项 你把那个冷气 温度再升高 好不好 因为太冷了 好 del 我们现在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 像这个 因为zeta是等于n dot r vector 所以 每一项都可以写成n dot r partial n dot r partial x 这个是partial n dot r partial y 等等 好 那这个呢 因为n dot r 是这个 这个值 所以 这个值 对x坐偏微分 就是cos a 好 这个值 对y坐偏微分 就是cos b 好 它对z坐偏微分 就是cos c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可以写成 因为cos a cos b cos c 它是等于 传播常数的x component 这个是传播常数的y component 这个是传播常数的z component 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就等于传播常数 三个component相加 那就是n univector 它是这个向量 ok 记得这个是等于这个 这个哦 好 好 cross e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del 写成这个样子 cross这个 因为里头 有n dot r就写成这样子了嘛 就写成zeta了嘛 所以 这个 对这个微分的话 那就是 对付j beta 付j beta 这个n还在 n在这里 这个还在 就变成这个量 那这个量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电场 平面电磁波的 电场 平面电磁波 电场向量的一个波函数 对不对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h 这是法拉第定律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用这个数目 来带 就是 负 Omega μ 乘上这个 那我们把j beta 拿出来 负的拿出来 负的证 j跟j约掉 beta呢 等于 Omega 根号 μ ε 所以这个可以 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 约掉好了 j beta 拿出来 就变成这个 那这个可以 等于 因为Omega 约掉了 它就等于 根号 ε μ 那我们知道 根号 μ over ε 是等于 这个 介质的 自由主抗 自由主抗 然后就是 n cross 这个字 那我们把它 简单的写起来 它就是等于 eta 分之一 传播方向 的单位 向量 cross e 这是 e是 以致 所以h 就等于 这个量 我们现在证明出来了 这个以后 常常用到 在斜向 入射里面 常常用到 因为斜向 入射 不像 不像 这个 垂直入射 那么单纯 我们在由 Maxwell 里面的 Ampere Slaw 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 我们同样可以 一照 前面这个程序 我们就不再 重复了 也可以证明 它就 等于 这个值 负A大 N Univactor Cross H 就是H 知道 你要求电场 我们就用 这个 这个式子 OK 好 现在我们就要 谈到 垂直 偏正坡 斜向 入射于 理想的 导体平面 斜向 入射于 理想导体平面 这个是 理想导体 它的平面 在这里 我们假设 这个平面 就是 XY平面 XY平面 Z 是跟这个平面 垂直的 方向 好 入射坡 它以 这个方向 I 就是 incident wave 它的 传播 常数的 单位向量 这是 入射角 入射角 就是什么 传播 方向 跟 这个 平面 这个平面 的 发现 方向 现在 Z轴 就是它的 发现 方向 的 夹角 这是 入射 入射角 那么 这是 介质 一 它的 参数 它的参数 Y1 μ1 Sigma1 等于 零 那就表示 这个是一个什么 Perfect Dielectric Material 那这边 理想导体 理想导体就是 Sigma2 等于 无穷大 无穷大 那坡 根本不会进来 什么叫做垂直偏正波 垂直偏正波 这个定义要记起来 就是当电磁波的电场 这打点的就是电场 与入射平面 入射平面就是 入射方向 反射方向 跟 法线方向 Normal line 三个 三条线 所构成的一个平面 平面 好 那么 跟这个 入射平面 垂直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入射平面 就是在XY平面 X XY平面 跟它垂直 那就是 跟XY垂直的就是 不是 它这个 这个面 这个面 它是Z面 它就是 你看 入射波 反射波 发现 这样的一个面 这个面躺在 XZ平面 我刚刚说错 XZ平面 这个平面 那么 电场跟这个平面垂直 那就是 那就是跟Z轴垂直 也跟X轴垂直 就是 电磁波 电场 项链 是从 荧幕 里面 穿出来的 这一个时刻 是穿出来的 就是 这个都代表 某一瞬间的 方向 它穿出来的 那就是 电场的方向 跟 这三条线 所形成的 叫做 入射平面 垂直 这个波 我们称它叫做 垂直 偏正 垂直 偏正波 垂直 偏正波 这个是 入射角 入射角 我刚刚说过了 假设 入射坡 电场的项链 我们不要 以直 以直 用你入射都不知道 你其他的怎么会知道 入射坡 以直 它是等于什么 跟这个面 XZ 变垂直 就是什么方向 Y XYZ Y方向 这个是 入射电场的 入射电场的 浮数 正波的大小 浮数正波 浮数正波 它不是 像样已经写到这里了 所以这里没有一个箭头 但是它有 initial phase 那么这个就是 J β1 β1就是这个 β是等于 Omega 跟号 μ Epsilon 跟这个有关 它在这个介质里头 所以呢 就是它这个值 就对 Omega 根号 Y1 μ1 所以我们就跟 介质1的介质 参数有关 我们就写成 β1 KI 就是它的行进方向 .rUnivator rUnivator 就是 这个面上面 任意一点的 位置向量 k 这个入射波的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这是1 大小是1 在这里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z分量 跟x分量 看到没有 z分量 z分量是等于什么 k.i.cos.c.i. 就等于这个 1 k.i.就是1 1 cos.c.i. 那这个呢 就等于1 sin.c.i. 这个要会写 以后 你假设一个 假设一个入射波的话 你图画出来 图一定要画 你图不画 你这样写 那人家怎么知道 你是什么东西 图一点画 这个 这个单位向量 等于这两个分量 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这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学会写 就是你看 k.i.在这里 这就是它的分量 这个方向 就是它的分量 k.i.等于这个 入射波 原行径方向的单位向量 r等于这个 任意位置 任意点的位置向量 所以坡面上 任意一点的位置向量 这是位置向量 然后把这两个dot 你看这里有嘛 两个dot 对不对 k.i.v. r就等于x.i. z.cos.i 就可以把这个 这就是坡面方程 坡面方程 把这个带进去 这坡面方程 你看 这个坡面方程 它不是像以前讲的 z.i.等于常数 这个坡面是 跟k.i.垂直的一个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面 这样的一组面 它的坡 坡前 way from的是 这样的一组面 这样的一组面 它的坡面方程 就是这样子 你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于是 入射坡 这个是用 r.univactor来表示 它的两个分量就是 x跟z 因为 因为这个坡 电场 现在只跟x跟z有关 跟y没有关系 y始终保持 常数 那就是跟这个有关 这是它的偏正方向 垂直偏正 幅数的amplitude 大小 这个是 face factor face factor 里面 括弧里头的这个 就是它的坡面方程 你看这个坡面方程 因为它是 ki.r.univactor 所以你看 ki是ax sin theta i az cos theta i 那这个就把 好像把ax 用x来取代 az用z来取代 好像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写的时候 就是取巧 你就可以把这个 用x代就写到这里 这个用y代 这就变成它的 坡面方程 那这就是 入射坡 电场的向量式 入射坡 电场的向量式 好 那 我们就把这个电场的 偏正方向 现在这是垂直偏正 但是有时候电场的 它是平行偏正 它不一定是y方向 它可能是有两个分量 所以我们 为了以后方便起见 不要老是记得 ay方向 我们就 用单位向量 i e i 单位向量 i 就是入射坡的 电场单位向量 电场单位 在目前这里 当然它就等于ay了 但不一定 如果是平行偏正 它就不见得等于ay 其他的都照写 你知道了电场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磁场 磁场 我们就用刚刚 导出来的这个式子 N1分之一 乘上k i cross e i 那么N1分之一 aki就是这个 e i 我们刚刚写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 目前我们 电场的 变证方向 是y方向 我们就写ay 这个cross e i e o i 被a的 分除 这个是常数拿出来 里面就是ax cross ay 变成az 那就az 3c的i 这一项 cross y z cross y 对于foo ax 它就变成这个 然后 这个后面 还要乘上一项这个 phase factor 那这个就是h i incident wave的h component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就是单位向量 这个单位向量 是什么向量 就是h场的震荡方向 我们写成 这个 这是h场 e h e h 单位向量 h 是磁场的 单位向量 OK 它就等于 e o i over h 1 乘上 phase factor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写得有点问题 写得有点问题 你记得这次单位向量 应该是 e e才对了 e e才对 e 因为这个是 h代表磁场 这应该是e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e e e 等于ay 这是 以后 一般来讲 电场的偏真方向 磁场的 震荡方向 用这个 电场的震荡方向 用e e unifacto 这个跟这个 分别是 电场跟磁场的 单位向量 好 现在我们就要 你入射波 电场也知道了 h场也知道了 那我们就要求它的 反射波 反射波 入射波是这里 那么反射波是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个是normal line 反射波就是远这个方向出现 cta r 我们现在要证明 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这个多小 我们就假定它是cta r 等于我们可以求出它的指出来 假设 反射角是cta r reflected angle 好 波面上任意一点的向量 还是这个 反射波 行进方向的单位向量 你看 反射波朝这个方向行进 这是单位向量 它可以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是什么 这个分量 就是z分量 负z 它是负z 它是等于kr coscta r 负的 好 这个分量呢 它在这里的分量 就是等于kr sincta r 方向是ax 这样会写 这个是 首先你需要 学会的东西 要不然以后 你就没办法 看到题目 你没办法动 你没办法往下做了 好 破面方程 这个跟这个 做内积 kr r 这个 它就等于什么 x cta r y是0 z coscta r 这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你把这个 ax 换成x az换成z 一样 好 我们就把这个值 带到 反射波的向量是 反射波 好 我们假定它还是 朝这个方向 假定 a1 它的正符 我们假定是eor 好 这是一个 这不是向量 但是它有正负之分 你假设是a y 假设a y 是y的方向 但是求出来 如果e ro 是负值的话 那你就是负a y的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 它目前还不知道 要参考这个值 好 这个是反射波的 phase factor 因为反射波的波 还是在介质1里面情境 所以beta还是beta1 那这个方向的 泼面方程呢 就是kr krunival.r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值带进来 好 假设 反射波的电场 是这个值 那这个里头啊 这个不知道 以sigma r 不知道 等等要求出来 你现在已经假设了 电场方向 对不对 假设了反射的电场方向 现在求反射场的磁场向量 我们还是用这个 这个用反射波的 行进 方向的单位向量 crosser 这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那它就等于 eta1分之1 kr univector 是这个 crosser 是这个值 那你就把这个处理一下 这个是常数啊 所以它就是 eor over eta1 里头就是 ax 里头就是 ax crossay 就是az az这个 负的 az crossay 是负 az crossay 是负x 负负就得正 situator Whoever 那么这个就是 反射波的h长 它的h长啊 你看h长啊 入射波的h长 跟反射波的h长 都是在什么面啊 XZ面 XZ平面上面 所以它有两个分量 这是Z分量 这个是X分量 凡色波呢 Z分量 X分量 它有两个分量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 所以写的 应该是单位相量 电厂单位相量 H厂这个才是正确的 我们前面都应该改过来 变成这样子 反射波的电厂 AY 反射波的H厂 HUniversal 等于这个 你看 震荡方向 震荡方向是这个方向 这个是朝Z正方向 这个朝X正方向 对不对 这个是反射波 反射波的电厂 H厂也求出来了 但是里头 这个是未知数 这个是未知数 我们要决定的 你怎么样求 这个值跟这个值呢 我们就是利用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决定这个 跟谁打 我跟谁打 我跟谁打 我跟谁打